台股達人秀 投資位歡迎收看台股達人秀 讓你們的投資一起背大跟 我是 尤庭皓 歡迎今天的雨潭來賓王兆麗 王飛行師來到我們現場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上次看到說整個台北股市 在一波中期反彈的距離當中 當然說已經反彈1500點了 现在反弹到2000点了 问题是我们迟迟看不到 第一小台并没有显著转度单 第二这个融资与额在过去几个月以来 其实一直在一个下行区间 五六月份曾经杀过一波 那现在又杀了两三百亿 所以很有趣的一个情况 就是本波2000点的谈谱 问了一下身边朋友 你有玩吗没有 你有参与吗 现在有要追吗 好像这个追的追价意愿也不是特别高 那问题来了 这个如果现在手上的筹码 都是在外资手上的话 那他要抛货 他决定要结束本轮的反弹 那他要抛给谁呢 这会形成一个比较巨大的问题 那包括我们看到本周是 包括的一些针对全球央行的谈话 然后接下来两周 连准会在12月份的FONC会议 你看股市涨那么多 风险资产的涨势这么明显 有没有可能会稍微进行一些压制 就如同当时9月份的行情呢 这个都是值得观察的一些变数 所以我们今天直接切入主题 那就是台北股市反弹到现在的点位 老实说啦 过去两周的涨幅 已经开始有一点收敛了 其实台北股市的涨幅 就是11月初那一波 那一周比较显出的拉抬 谈上去之后 大家追加意愿不高 就盘在这个位阶 所以我的好奇是这样 是一定要等到散户开始归队 才有可能产生新一波的下沙吗 还是说台北股市反而有可能在 现在的高位盘一阵子 等到基期指标产生变化 或者等待基本面归来呢 对没错 我想这一波来讲的话 其实在一个月前 当时指数当然在13000点之下啦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那时候全球的股市 大概都呈现了震荡走高的一个格局 那汇率的部分像美元指数 也开始出现回党修正 那新台币也慢慢的出现 有扁转升的一个情形 那另外的 当然美国十年期公在张 那时候其实也慢慢的出现回党 那那时候台股为什么还没出现 比较像样的反台 因为那时候大家担心两岸的问题 20加钢结水 对 没错 大家担心马上会发生战争 所以我周遭朋友 很多人都在讨论移民啦 你知道吗 一堆人在讨论移民 那时候也开玩笑说 有股票的人都怕短时间会战争 没有股票的人 基本上都相信不太会打 所以你有股票相信会战争 所以大家一直卖 所以那时候融资还是继续的卷 也不跟上国际的股市出现反弹 好 那重点来了 在国际反弹 国际股市持续反弹的一个状况之下 当然汇率的部分来讲 新台币也呈现升值 所以慢慢的当然外资就回补 所以这一波你可以看到 投信当然它是站在买超 不过外资持续的一个回补的状况之下 确实也带动了指数的上涨 那当然涨上来之后 大家相对上来讲就会比较乐观 涨300点你不敢买 涨500点你不敢买 涨1000点你还是觉得会怕 涨到现在2000多点 我相信很多人 其实你可以发现 其实以现在来看 你可以发现 其实高科技股的部分 其实并不是太强了 以美股而言 大概相对比较强 还是在倒穷的部分 那你会发现 奇怪为什么这个地方还 真的不太会跌 我相信现在 基本上来讲 应该是来自于 这一波错过2000点的人 他害怕 他害怕2000之后还有2000 不要说2000之后还有2000 2000之后还有1000 你知道吗 所以最近几天 其实资云有慢慢的拉升 对没错 不过这一波拉升 还不是特别明显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反弹还没有完全结束 可能还有一小波的波段 可以把它等着它涨完 但是之后呢 一旦散户完全全面 多单归队之后 这一次的下杀 可能就会类似9月份那样 再度明显的套牢 对没错 我想其实我是这样觉得 其实因为未来这几天 刚好来到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你比如说像12月1号的凌晨 台湾时间2点半 鲍尔他会发表演说 那其实 以昨天来看的话 其实两位的 废的官员出来讲 其实大概都偏音派 那我相信 其实鲍尔在 12月1号凌晨2点半的 所谓的一个 谈话当中 理论上 他应该是偏音派 等一下我再来跟大家讲 为什么 那另外的 当然后面还有PCE 还有CPI等等这一些的一个数字的公布 就会数字 那当然这部分我觉得 必须一步一步的观察 因为说真的 我们也不知道 PCE到底会优于市场的预期 或者列于市场的预期 不过我们可以比较确定的是 12月1号应该会偏音派 那假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重点来 假如真的偏音派 美股开始出现回档修正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那时候的融资 有可能又想砍股票了 因为你看到美股弱 你一定会害怕 你一定 所以在 在所谓 你可以看到 之前真的在绝对分那一波 真的大跌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 说真的 在砍融资 那时候融资也是维持在相对低 所以我觉得 融资不一定要在相对很高的时候 才会杀融资 只要那时候的利空开始出现的话 因为你已经反弹一段 不是在相对低的位置 假如你在相对低的位置 我觉得那还好 可是因为你反弹一段 这个地方融资虽然上升不多 可是我觉得利空角真的比较大 其实它还是会打下来 当打下来之后 我相信大家的信心就会比较脆弱 就会形成短线上的多杀多的一个格局 那所以我想整体性来看到 其实大家还是要偏比较谨慎 真的维持低的持股比重 并且你可以放空来进行避险 或者卖00111 另外的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因为11月25号的高点 在14800多点 那这个位置点呢 因为它出现了向下的一个跳动缺乏 那其实从这一段以来 大概五天之内都会过高 那你就观察昨天 当然跌200多 今天现货其实涨没多少 五天之内角 没有办法突破11月25号的高点 代表这一波从12000多点 这一波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攻击盘 其实它已经结束了 所以万五的话 很有可能本波反弹是碰不到的 其实我觉得碰不到啦 其实我真的觉得 这个地方基本上来讲 碰不太到万五啦 因为以目前来讲 第一个其实基本面的部分来讲 其实就是说大家会觉得 这一波为什么反弹2000点这么多 其实这个就像六狗里路营一样 就是说那时候股价真的跌太深 基本面真的没有那么差 那大家只是预期未来 经济有可能出现衰退 可是一些数字 真正的衰退的数字 还没有那么快出来 那所以它就找到了 所谓的空窗期 搭配所谓的通膨见到高峰 然后大家预期利率 有可能高峰 就是5%附近的水准 所以形成了这一波的反弹 可是你反弹上来之后 你真的要有一些实质的利多 来让它涨 不然它很容易再出现 下一次的一个回档的一个修正 所以我觉得 既然涨了2000多 你真的没有玩到 你真的没有参与到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个地方你就相对上来讲 比较谨慎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页的部分 其实我稍微聊一下 在所谓Jason Hall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发现 在8月26号的时候 为什么我说 巴尔在这一次 12月1号的凌晨 它会相对偏鹰派 因为你可以看到 上一次8月26号的时候 其实最下半年 只要美股出现大幅度的下跌之后 出现的反弹 其实都来自FED的部分的官员 对于未来产生鸽派的想法 因为他不希望股市真的崩盘 假如股市崩盘真的出现流动性的风险 那其实货币政策对他来讲 已经没有办法救了 因为他不可能在这个地方降息 也不可能实行所谓的QE等等 所以他也很害怕股票崩盘 所以当股票大跌之后 他很容易偏割 偏割之后 其实他就容易出现反弹的一个走势 那当反弹到相对高点 其实上一次跟这一次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Google自己去查信 那好来 到8月26号的时候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Jason Hall的时候 他相对上来讲又偏鹰派了 为什么 因为他假如在偏割派指数 真的再往上攻上去的话 就如同现在12月1号 假如他真的偏割派 让指数再往上攻上去 甚至于创这一波段的新高 会出现一件事情 因为你指数上涨之后 其实大家基本上来讲 投资股票很多 他的财富会增加 财富会增加之后 其实消费需求会增加 消费需求一增加之后 其实你要把通膨控制在相对低 我觉得难度很高 搞不好通膨又会慢慢的上去 不一定创新高 可是肯定维持在相对高档的位置 那假如维持在相对高档的位置 那麻烦了 费的有可能又要升息 部分的把波段的利率 所谓利率的一个高峰 又要往上调 那往上调的过程当中 对于股市又会产生估值的修正 甚至于对未来的景气的预期 有可能又会麻烦 所以我觉得其实费的 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股市 维持在比较大的相形 就是说在相对高点的时候 你不要再大涨了 所以我一定偏鹰派讲 希望打下来 可是在相对低点的时候 我又会偏鸽派讲 因为我希望股市不要破底 产生系统性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 你自己看一下 现在是相对高还是相对低 其实以道琼或台股来讲 其实这个地方是波段的相对高 所以一开始我才说 其实在操作上来讲 这个地方基本上来讲 要稍微偏向比较谨慎一些些的 如果是从相形格局来看 那就很有趣了 尤其你刚才提到这个六国理论 这个六国理论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迷思 到底我们遛的是腊肠狗还是藏狗 你看道琼的话就有点像是藏狗了 这个离均值稍微有点高了一点 我们从现形图来做观察 其实道琼本部的弹幅是非常险峻的 他几乎把本轮的下降的空头结果完全给破坏掉了 你完全看不出来目前是处于一个中长期的下行区间 那问题来了 如果假设他是要做一个相形震荡 那是不是说明我们看到目前比较弱的纳指或者废半 他可能会持续的产生轮动 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显著的反弹格局 反而是道琼应该要进行拉回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它视为一个中长期的底部 那是不是代表着现在是一个选股不选市 或者说在整体格局当中 我们必须要对于相对涨幅比较高 基齐的这些指数比较介身恐惧一点 对 没错 其实你可以发现 你像道琼的部分 其实这一波涨幅相对上来讲比较高 位置也比较高 那当然我觉得其实这最主要来讲的话 是因为道琼当然它包含的部分的传产等等 能源这一些的股票 那其实那傻货费办 当然就是尤其费办 当然就是以半导体为主 那其实这一块大家也了解 其实基本面的变化来讲 目前的库存相对上来讲还比较高 那大家对于未来的看法 其实会认为有可能经过 明年第一季或第二季 最晚有可能第二季会落地 重点来了 股票是反映现在大家的预期的未来 可是万一时间走下去 真的第一季觉得库存还是非常严重 比如美国的双十一 类似大陆的双十一 感恩节等等这些 Christmas等等 或者中国的农历过年 真的卖得不是太好 库存的消化真的没有办法 那么及时的 就是没有办法比较大量的消化 那其实付出的期间来讲 就会脱长 甚至于你谷底过了好了 不一定它一定是B型反转 搞不好它是L型 搞不好它是U型 它有很多的形态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以目前来看 未来的展望来讲 我个人觉得 其实道琼这个地方来讲 因为它有一些的能源 那可是最近的原油的股价 原油其实也下跌得大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段 道琼的所谓的下修的幅度 相对上来讲 应该也会是比较大 不过 那少要费版 其实都一样 其实我觉得都会下修 那只是说 当来到相对低点的时候 你要去观察一下 他们的一个支撑性 因为股票有时候就是这样 真的 刚来到相对支撑的时候 想要万一没有办法支撑 非得讲 鸽派没有办法的话 真的再下去 那就会形成筹码的松动 反其反弹都过高 大家都会均值回归 只是回归的幅度 可能不太一样而已 好 那就拉回到台北国市 可是如果从台股来看的话 你看这一波 其实还是主要以外资的 系统单买盘 作为主要拉伸对象 刚才也提到了 其实融制余额本波 过去一个月 增加幅度没有多少 甚至是大减的 那如果是以小台来看的话 也是空单居多 那问题来了 如果这一波 都是外资手上持有筹码 他会这么轻易 就把手上的筹码给抛售掉吗 还是他就是一个 国际系统单的一个 资本上的一个扭转而已 或者移动而已 很容易对台北国市 产生新一波卖压 我们要怎么看待 现在散户追价意愿 才刚刚开始 有可能反弹就这样结束了吗 对 没错 所以这波来看 但投信的部分 我想反正投信就一直在买 我想这个跟ETF有关 那另外的外资的部分 确实你看这一波 真的也出现了买超的一个动作 那我想外资的买超 最主要是对应的 就全球股市的部分 那只要美股涨 其实说真的 台股大概外资也会回归 那甚至于 美元指数假如相对弱势 大概就是这样 美元弱势 那新台币升值 那美股涨 台股大概就跟着涨 就算散户没追 他该买还是要买 所以你看在其实一开始涨的时候 等一下你看下一张图表就 一刚刚开始起涨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那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格子 那个是融资维持率 等一下再讲融资维持率问题 那第三格是融资的余额 你可以发现 其实涨了那一波 融资也没增加 其实融资没有增加股票 因为外资买了 所以搭着全球股市 而出现反弹的一个架构 那融圈的部分 当然也没有急速的增加 其实它就维持在相对高档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很多人会讲嘎空 其实说真的 以这种 以这种融券的张数来看的话 其实整个大盘要进行嘎空 难度是非常高的 只有个股达 量已经缩了 对啊量已经 现在 我觉得因为来到 现在尤其进入Christmas的时候 其实外资会陆续的放假 成绩上基本上来讲 你要真的在2300、2500这样的量 说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整体性来看的话 其实相对上来讲 应该会比较偏向回档修正好 那其实昨天跌了200多点 为什么今天反弹 我跟大家报告 第一个就是从刚刚所提到 因为错过2000点 很多人觉得后面还有 第二个来讲的话 因为现在的融资维持率 接近160的水准 所以融资维持率高的时候 其实你万一出现 200、300的 200、300点的下沙 其实不会产生太多的恐慌 因为没有融资追缴的问题 之前我也说过 你融资维持率 接近140的时候 整体那就很麻烦 很容易突然之间 因为130整户 维持率130就要断头 就要追缴 所以你接近 当接近140 你就已经很麻烦 因为那是整体的大盘 所以你就容易出现 有时候一天跌个量 300、300、400 就下来 现在基本上来讲 短线上不至于 可是你假如万一真的 套牢的人越来越多的话 我相信那种沙盘 就会力道比较大 所以是最后一班车了 大家要戒胜恐惧一点 好那问题来了 可是我们都很清楚 其实本波如果以过去 一个月的涨幅来看的话 台湾加权指数涨幅 在国际股市上是 排名数一数二的 过去台北股市的涨幅 算是非常显著的 但是很主要原因是因为 在这一次播客下公布 13F报告之后 这种系统单 尤其是国际机构 系统单的买盘效果 所进行的资产推升 其实人家是第三季买的 第四季卖都不一定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 肯定对台北股市拉台有效果 那问题来了 这很多投资人在想说 这第四季会不会 你看台积电都已经涨了三层 从低点以来 有没有可能反而在第四季 这些机构选择调节 到时候明年一季初 到时候13F报告要出来 又要再度下杀了 我们要怎么衡量 目前对于台积电 对于台北股市全职的影响 对没错 我想台积电 其实在后面那一段 当然最主要就是来自于 波克夏的一个买超 那还有另外的基金的部分 那我相信 以巴菲特来讲的话 其实说真的 第三季买 理论上应该不至于 第四季买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点 巴菲特去买股票 不代表这一档股票 就要开始涨 永远就是一直震荡走高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其实我们举例几个例子 只是说 台湾的投资人 有可能不太习惯 就说好像股神买 就好像这档股票 从今之后就真的要涨 我跟他报告 股神买 他不会改变 他未来的基本面 OK 他又没有经营权 他又没有参与实际公司的经营 他怎么改变 假如今天台积电 明年的涨望 是真的越来越不好 我跟他报告 之后还是跌 假如现在的台积电 他的基本面就是谷底 明年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的成长 我跟他报告 涨到这边 台积电还是会再涨 你也不用股神来买 股神 只是让大家 感觉突然之间 信心增强 并他不是一个票房的一个保证 其实假如说讲最近 今年以来就好 今年以来 其实他买了惠普 惠普其实他买的价格来讲 离现在的价格大概还跌了十几% 那时候买HP当然就是全球最大的NB的品牌场 另外一个他的本益比真的很低 大概现在只有五倍的本益比 买了还不是跌 对 加持了又怎样 所以我觉得 你不要把巴菲特当成是省 他只是说他的投资组合里面 他大部分都是赚钱 然后用时间 比如说他相信 比如说台积电 他相信未来的两年三年五年 基本上台积电竞争力还是非常强 所以他用时间来赚取这些的钱 那我举例几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像巴菲特的部分来讲 其实他之前买过所谓特意购的一个股票 那你可以发现 其实他总共损失了4.4亿美元 那最左边那个 那另外的 好 没关系 那我们看下一个 他也买过康菲石油 其实今年以来巴菲特也买 一直大买西方石油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很吊诡的一件事 他在买康菲石油的时候 2008年第二季的时候大买 你知道2008年第二季的时候 油价一桶140几块啊 历史新高啊 你知道吗 结果买了之后呢 买了之后 然后之后就卖 你知道 结果总共也是亏了21亿美元 所以你说他现在买西方石油 其实今年以来 他也是买在相对高 他并不是一桶油价在2.30块的时候 雪佛容 Action美孚 西方石油 今年都创历史新高价啊 没错 就是他不是在油价 真的在一桶2.30块 危机入市 其实他也是在油价一桶六七十块七八十块的时候 陆续进入买进这些股 你是在说他可能砍在阿呆股 这个没有啦 上次啦 上次砍在阿呆股啦 上次啦 我不是说这一次一定会这样 好 来 再下 因为我要让大家了解一下 巴菲特不是档档股票都对啦 因为我觉得有些媒体真的是太扯了啦 那你看一下这一家金融服务公司也是一样 你知道他砍在什么时候 他砍 你看他买啊 买买买 然后砍在金融海啸的时候 2020年Q2到Q4的时候 刚好金融海啸 那时候 不是那个疫情的时候啦 疫情的时候刚好砍掉 结果后面大涨 他也是赔钱啦 那你另外看下一档股票 对不对 那IBM的股票也是一样啊 持有之后买 然后之后也是赔钱卖啊 所以我对于说 当然他赚钱的更多啦 我只是举例说 其实他有失误的股票啦 不是说如同大家想象的 他真的买了之后 所以回个月到台积电 我个人觉得啦 其实500块的 这附近的台积电 我觉得啦 其实不适合你短波段再下去买啦 你真的要买 你要等待拉回 因为后面的这一段 其实很多的 会在涨的因子 真的来自于 刚刚所提到 巴菲特的加持啊 所以一个人光鲜亮丽的背后 其实都有着不少的挫折 对没错 像看赵毅老师这样子哦 不要觉得他每次投资都赚钱 他投资赔钱的故事很多 也是一多啊 才能够造就现在赵毅老师的投资绩效哦 那我不禁要问了哦 我们讲了很多中长期 或者对于台北股市整体宏观大盘的影响和变化 显而言之 现在到年底啊 属于短打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啊 那如果要短打我们要用什么样的题材来做切入 对没错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分为短波段或中长波段 主要真的是短波段的部分来讲 其实当然我们就看报价的部分 因为其实很多的东西 现在的报价都在跌 就你跟今年的糕点来做比较 不管是面板 不管是记忆体 不管是货柜 不管是你可以提到任何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跌 对 基本金属也一样 黄金也一样 什么东西 只有大概只有一个价格 碳酸泥的价格 再创下历史新高的一个水准 所以 这代表一件事 因为碳酸泥是电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元素 所以因为电池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最近这一两天 其实像一些康普啦 美其马啦 或者是像AES啊等等 或者是一些电动车股票 其实表现也不错 那我觉得 相对上来讲 假如以短波段而言 其实康书也不错啦 因为它也 水晶能保集团 集团作上啊 或者是 因为毕竟是集团股嘛 电池啊 新能源啊 动力电池等等 我觉得这一块来讲的话 在短波段应该是相对比较有机会 所以短期要有报价 而且要有技术现成的保证 那如果是从放到中线来看的话 假设台北股市现在本应比下修到9倍10倍 你开始布局未来一年期到两年期的方向 要怎么做布局 对 没错 我想股票的部分 假如说你想学巴菲特的部分 其实长线的部分 你一定是从产业来做选择啦 那产业什么东西 你可以确定 未来这些东西是三年五年 它真的之后还是会持续的爆发 这个就非常的一个重要 尤其在半导体这一块 因为台湾的半导体 基本上来讲还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好 那你说细心源会不会明年上半年好 也不会 因为现在在库存的一个调整 你说封测啦 你说IC设计大部分 你说晶圆代工 基本上连台西电明年的上半年 基本上都是会QOQ的一个衰退 或者是YOY的一个衰退 好 那所以假如说讲到新的东西 就是第三类半导体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长线的东西啦 因为我要讲第三类半导体 我们先看下一页第二类半导体的部分 其实大家记不记得 第二类半导体大概就是 全新啦 吻茂啦 红杰科等等这些的股票 你有没有发现 你给它七年的时间 它曾经从 以吻茂来讲 二三十块股价曾经涨到四百多块 因为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第二类半导体 其实难度也非常的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博达那些都 做到倒掉了 那吻茂 全新 红杰科 真的做起来了 股价就 我跟你讲 这种东西不会只有好一年两年 那所以在目前来讲 不要说取代 我觉得会复制第二类半导体的 就是第三类半导体 我不是说第三类会取代第二类 因为这个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第三类是属于高压高频 那这些东西不管电动车 不管5G什么 很多的东西以后都要用到 所以我个人觉得 我们可以赛业的部分 所以市场预估 我们把它放大一下 你看它的一个复合成长率 你比如说像GAN SIC从2021年到2027年 其实它的年复合成长率 到2027 大概年复合成长率 一个59% 一个34% 你说这种复合成长率高不高 其实非常非常的高 那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说真的 我个人觉得 复合成长率这么高的状况之下 它应该就是类似 复制在第二类半导体 所以你像2340的台亚 我觉得这种股票有日雅化 富88的下 其实这种股票长线上来讲 是非常的OK 可是投资这个 就不是真的一两天或一个礼拜 这个你要拉长时间 有可能一年两年三年 我觉得像加金台亚这些股票 我觉得爆发力是非常强的 那我不禁要问 如果是短线上 从线形图来看 或者从题材来看 感觉有比较显著的拉台 可是长线它的报价 却是持续下跌的 那这种股票来看的话 是不是就少碰为妙 对 没错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第一阶段的 大家跌升反弹 其实很多股票 谈到这个地方都差不多了 都是跌升反弹好 那当然这个就要换 未来的早 你比如说像敦泰 驱动IC的部分 不管是联永敦泰 天悦 我觉得这一块还是要避开 因为驱动IC 它毛利率第一个低 那前两年是因为真的缺货 所以这种东西来讲 不值得你去期待 另外的 比如说跟 记忆体有关的 不管是标准型 不管是DDR3 立基型 或者是Netflix有关的 报价现在 因为现货价还在跌 这个地方也没有那么快上来 所以你看 金豪科的部分来讲 这只是举例两档股票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其实有些的东西 你看这个就是DDR4 就是标准型记忆体的部分 其实最近这一年的报价 你看跌一年 所以你说记忆体跌一年 正常吗 正常 因为现货价还在跌 所以你要买记忆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的部分 这是Netflix 16G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大概跌了半年 所以Netflix像群联这些股票 其实也都不怎么样 但是像DDR3的部分来讲 也是一样 像华邦等等这些股票 其实也是跌半年 就是说你真的要买记忆的股票 至少你要看到报价 先打出一个底 就是它不跌 之后的合约价才有可能触底反弹 假如现货价还在继续跌 合约价还是会继续跌 那有些东西 就如同我所提到 就像有些人在买面板 等等这些股票 你认为股底过了 可是就如同我刚刚所提到 它有可能是L型 它有可能是U型 要V型的机会真的不大 你万一买到L型 那不就完了吗 就是横躺 股价永远横躺在那里 所以短线而言 看报价 有没有一个上行的区间 中线而言 那就要看一下市场展望为何了 但是长线而言 如果展望也没有特别好 报价又持续在下修 就算它来到一个过去均值的低点 谁能够肯定它也是一个U型呢 可能是一个Nike 一个Go型 更有可能是一个L型 所以这个时候要特别来做一些关注了 今天其实我们跟赵宜老师 从宏观聊到围观 从整个国际面 聊到市场上的操作面 当然投资朋友有更多的兴趣 也可以加入赵宜老师的LINE8 当中有一些总体经济的讯息 产业的追踪 以及个股的操作 提供给投资朋友多做一些参考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台北大人球再相见 感谢赵宜老师 感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